你好 欢迎收看2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日历松普里的农路超过30年没有整修 原本的挡土墙以及水沟水泥路都已经老旧不堪使用 每次经过这条路居民都感到害怕 不仅湿滑还坑坑洞洞 稍不注意就可能跌落水沟 县长徐正伟 议员林玉芳以及松普里头目居民前往会刊 县长听取居民的需求后与相关客室讨论 尽快整修 日历松普里的农路超过30年没有整理 原有的挡土墙 水沟 水泥路等等都已经老旧不堪 每次经过这条农路的居民都感到害怕 不仅是湿滑还坑坑洞洞 稍微不注意有可能跌落水沟 长一道路要好走 因为有的地方土石流怎么样 裂开了就这样 我们的需求就是这样 那道路就30年前打得到现在也都要坏掉了 该加强了 县长徐正伟 县议员林玉芬 松普里头目 居民前往农路会刊 县长听取居民需求后 与相关客室讨论尽快来整修重整 关于我们水土保持局以及中央我们的农委会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报专案请农委会来协助野稀和挡土墙整治的部分 那另外属于农路的部分我们也会用华林县政府的经费以及向中央来争取 因为这一条的农路产业道路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长 而也是农友经常使用的农路 所以在这边听取农友的需求建议 那我们也会纳入新政府的预算以及这个跟中央来争取经费 另外还有一条农路可以连接到部落的产业道路 也只有做到一半 居民希望将这条产业道路工程能够完成 这样一来上山工作的农民以及居住在山上的七户人家 也就能就近往返不用绕远路 县长表示一并会来评估处理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导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导